Layu聊四季 天眼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北方群島了 好 就頻道沒有來介紹海戰的影片了 那今天來看到是黑仔對上米格魯 兩位都是頂尖的玩家 那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出名數一開始比較多 但實際的優勢出名數大概只會從黑暗時代領先一村而已 所以中國人來說經濟加醜並不是這麼的明顯 但是他的團隊加成可以增加農田10%失誤 所以到了後期這個經濟來說還算是可以的 但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那中國這個文明還是比較偏向於打工兵路線 雖然他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步兵騎兵工兵都有 但工兵路線還是比較適合他 比較適合搭配中國連儒槍兵 還有這些洛馬或種種騎士駱駝 都是可以的 中國人的中國連儒是比較害怕中頭這個單位的 所以西班牙人這邊有火炮的東西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沒有辦法使用頭頭去打對方的問題 也可以直接用火炮打也可以 即使不用中頭 火炮也是蠻克制工兵單位的 那中國在海戰來說 他其實並不是非常亮眼 因為他沒有快速火戰船 也沒有精銳火炮戰船 所以打海戰的部分 可能會稍微有點 有點劣勢啦 因為科技不足的關係 那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這個文明 打海戰是特強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火炮戰船 可以讓他的火炮的那個飛彈的 在空中的飛行速度 減秒到不到一秒鐘 就可以直擊到敵人的戰艦 就是發炮的那個彈速 飛得更快一點 所以西班牙人本身來說 他的火炮戰艦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火炮戰艦本身也算是 火器單位的關係 所以我印象中喔 西班牙人的火炮戰艦的射速 也比其他的文明快一點 因為西班牙人的一個能力呢 是可以讓火器的單位 射速變得更快一點 所以西班牙人來說 打海灶 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說的無敵艦隊 前面大量的重型火戰船 還有自爆船 然後在後面加一些火炮戰船 甚至搭配一些奴炮戰船 讓他的海戰來說 這個影響力是非常強大的 那西班牙人除此之外 還有他的傳教士喔 可以增加一點的射程 還有這個招 讓傳教士可以招想更快一點的科技喔 所以在海戰來說 出一點的傳教士 去反制對手的戰艦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個部分是比較少的 因為比較吃手術 那更多還是直接打贏海戰喔 出這個火炮戰艦 直接碾壓對手 是比較常見的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目前兩邊都有一艘運輸船囉 都是先出個運輸船 去看一下對手 而不是先造漁船 北方全島現在會自己送戰艦喔 送這個運輸船了嗎 這樣是自己按的嗎 那好像也蠻奇怪 應該是一開始就有的吧 因為如果一開始先按造運輸船的話 經濟來說會比較慢喔 因為有漁船的話 捕魚捕肉還是比較快一點 好那兩邊都有漁艘運輸船 都在探圖喔 沒有把這個漁船引到對方家裡 而是先把這個漁馬先去趕路 那北方區島這張地圖很特別喔 這個路群是有兩撮的喔 所以這邊趕完一撮路群之後 也可以趕第二撮喔 就是看你要不要去趕而已 因為第二個路群喔 是非常遠的 這個距離喔 遠的一個 不要不要的 是有點難搞定的喔 這個距離可能比阿拉伯還要遠 好那中國這邊算是 比較一個正常開酒 來到七道快要八目 後面一樣就是 捕魚船 捕到大概四到六個 左右都是ok的 好中國這邊補下了一個採礦營地 開始來挖金礦 那這邊可能是要打一個雙 雙馬舊採礦營地 然後 雙馬舊採礦營地 大概要五到六個人左右 五到六個人的話 去出這個快速 欸不是快速的戰船 就是出火戰船 去壓制敵人 當然也有戰艦式的打法 那我也會比較喜歡 中國人打這個直層喔 然後升到 直接反打回去喔 那打一個風快來說的話 就像西馬這邊喔 直接出戰艦打 當然中國這邊是直層喔 好 那開在後面的一個好處喔 就是如果你要打直層的話 防守會比較簡單一點喔 因為對方戰艦過來 你差不多也好 城堡時代也差不多快好了 好 西班牙這邊是出了兩艘戰艦之後 後面有再繼續出 海偷補了一個漁船 漁船有繼續出 西班牙 中國這邊則是出了五艘漁船 也沒出到六艘 就是一個 比較 中間值啊 四到六艘的中間值喔 所以五艘來說的話也是OK的 那為什麼不能出太多漁船 主要是會卡到自己的木頭的量 因為中國這邊的打法是直層喔 所以上到城堡時代喔 急需碼頭 大量的這個木頭 去傳出自己的戰艦 好 我 火彈團還在出了 當然還是有一艘漁船被擊落囉 但這邊漁船散得非常快速喔 裡面在囤戰艦了 這裡也在囤 兩邊都在囤 好 這裡補下第三個碼頭 但戰艦被擊毀了兩艘 這是戰艦喔 這個漁船 哇 第三艘也要被抓包了嗎 已經被打倒三艘了 這是第四艘了 好 雖然燒掉了一艘 牛炮戰艦升級上去 但經濟還是被騷擾到了 這個米格魯喔 哇 他的旅船出去時間很早 兩個艘都出去了 一般來說都是四艘左右出去 遇到火戰船比較好抵抗 他在大卡這裡完全不管 直接就往前走 確實有賺到一些田頭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中國 直接點下了3TC開農 那待會喔 他就可以轉出3TC開農 利用自己的農田揪式 去轉出大片農田 那這邊有點異激濃 這個很細節 因為打海戰的時候通常會忘記 好 兩邊都升到了城堡時代 西班牙人這邊火戰船開始反擊回去 這邊有一隻村民在修理 火戰船 火戰船可能會修回來 第三艘也出來了 OK 剛剛是四打三 先變三打三 那後面有一艘火戰船 直接攻擊後面的魚船 魚船也是被燒到一些數量 應該可以再拿個一艘 再一艘沒問題 哇 一艘火戰船換三艘魚船 這個鑽爛了 西班牙這邊有點虧了 好 當然兩邊都把魚船 都補到了四艘了 然後回到這邊 有把這個碼頭 放在前方 進行一個 開始要來前線壓制 對方的前置碼頭的一個想法 好 下方碼頭 下方戰艦兩邊都在互達 當然這邊都有在操控細節 去集火同支戰艦 好 這邊戰艦再一次過來 這有自爆船 炸了一波 黑拉這邊把自己的 所有的戰艦給送光了 這邊自爆船放得很好 好 當然這邊又是入侵進來 自爆船炸了一波 守護掉自己的魚船 沒有問題 海戰的部分 黑拉打的是比較 有點小小失誤的感覺 這邊戰艦全部送掉了 有點太虧了 好 但自己的經濟來說 還算不錯的 村民處現在有所領先 67村對上58村 村民差距約為7到8村左右而已 其實是差距不大 那看到西班牙這邊是 已經3TC也在開農 那通常打海戰 不會開到4TC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你會 你會希望趕快升到這個 城堡時代 地王時代 而且你的魚船 也可以增加人口數 這個村民的人口數 那如果你要開4TC的話 可能就像黑拉這樣 直接開在這個 中間島上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 越快升到地王時代 是有科技上的優勢 但經濟量來說 可能就是 雲花銀線 還是 彈花銀線 應該是彈花吧 這樣子的打法 就是會變成 會有後續經濟不足的問題 但西班牙這邊 更是適合3TC農上去的 因為3TC農上去的話 打腿升到地龍時代 火炮戰劍可以更快出來 好 這邊 中國轉出了 弩炮戰船 一擊射也補了 西班牙這邊 沒有打算要繼續 潛壓了 這邊轉出一些老頭 開始著想 但不是傳教士喔 是一般的老頭而已 一般的老頭的射程 是比傳教士還要更遠的 這個著想的射程 好 配亞直接在中間 蓋起了城堡 又來控 控城堡 好 那西班牙管是3TC速帝王打法 前線咖哩堆碼頭 待會大水要趕快補一個 因為大水沒有補的話 就不能點化學 化學還是要去點一下 還是西班牙就不用點化學 接著還是要啦 好 好 那西班牙這邊 兵工場有優勢喔 轉弩炮戰船的話 二級射三級射喔 一級射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需要這個弱而已 兵工場不用黃金 就可以升級相當的划算 好 那黑拉為什麼不把 城堡蓋在最右邊喔 最主要是因為 如果待會上帝王的話 巨頭可以直接拆到 中間一點的話 就一定要用自己的火炮戰盡 去反擊喔 好 那中國這邊 離帝王時代還有兩分鐘 當然西班牙這邊 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了 兩邊的海戰 打的來說都是還不錯 而且 目前看起來 是西班牙這邊 軍事來說 是有點優勢的喔 當然並不多 只贏了大概一兩千的 這個軍事單位的價值 好 我們這邊看到 這邊又運了更多的球員上來 蓋城堡 中國這邊已經點下了 航海技術 好 還有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弩炮戰監升級上去 但沒有第一時間轉出 這個火炮戰監喔 而是先生這個 這個叫什麼 重型弩炮的升級 是重型弩炮嗎 對 重型弩炮的升級 這個正名喔 很少會去記住 重型弩炮 好 那中國這邊是打一個 奴炮 不是中國 這個是西班牙這邊打一個奴炮開喔 那這也是 還在比較常見的打法 用奴炮戰監做為主力喔 好 這裡也開始產下了 巨型投射機 開始開拆 好 終於補下了化學 準備要來轉出火炮戰監了 好 左邊也有少量的戰監 開始想往後繞 欸啊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好 重型弩炮戰船已經變成了 8加3的傷害 化學一號 會變8加4 12攻的傷害點 相當不錯的一個傷害力 好 那黑暗精把自己的 裡面的海域喔 稍微用城堡守護住了 下方也補了非常多的碼頭 待會要來大 直接大爆一波戰劍 好 那果然4TC 村民的經濟量來說還是比較好 135村對上104村 目前來說還是 中國這邊有經濟上的優勢 那西班牙這邊經濟其實就沒這麼好 但是先速度升到帝王世代的關係 中間這根城堡是順利拿了下來 自己的村民也在開採這邊的礦產資源 那這邊好像沒有碰好 這邊怎麼在挖石頭 這邊可能五個人挖石頭就可以了 其他人趕快去挖金礦會更重要 因為待會島上金礦挖完就沒得挖了 好西班牙這邊趕快補下了重型火戰船 打一個戰艦全滿 那中國這邊升到帝王時代就會特別劣勢了 因為他沒有重型火戰船 所以在科技上方面來說 是沒有比西班牙來得好 這邊戰艦稍微到左邊去封鎖這邊逃生的路線 上面戰艦也補了過來想要防守 然後一台的巨型投資機也被拆掉了 中間這根城堡補起來之後 這邊村民可能是逃不掉了 有去無悔的旅程 但這邊化學一好 西班牙還沒有補下自己的火炮戰船 是展出一些重型火戰場 想要鞏固戰船正面的一個扛線的一個能力 那我稍微要提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西班牙的火炮戰船 雖然他的射速飛得非常快速 但是他以這邊的傷害打擊來說 是遠低於這個弩炮戰船 還有重型火戰船 這個傷害數值誰是差太多了 只能當作後面的一個拆建築物的火炮戰船 沒有辦法當主力啦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大量的火戰船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燒得多快 而且 扛線扛的威力很好 可以當作肉盾來使用 傷害又高 你可以把它想成重型火戰船 就是海上遊俠的概念 後方有一些重型火炮 弩炮戰船也是回救一下後方海域 因為後方一直被控住的話 這邊木頭都不能開採 北方到了一張地圖 木頭的量來說也會比較少一點 其實比我招那麼多 其實木頭很快就挖完 團隊巡導也是 所以其實到了後期 木頭的控制其實也蠻重要的 並不是只有礦場的資源 中國這邊補下了大衝車的升級 難道是要來囤個一波衝車開頂嗎 西班牙這邊還是沒有補這個火炮戰船 如果這邊早點出的話 給壓制感覺是不錯的 中國這邊補下了重型火炮 重型爆破船 爆破船打戰船來說也是相當好用的 尤其是打這個重型火戰船 火戰船非常害怕自爆船 西班牙這邊克制的方法 就是用大量的盧炮戰船在自爆槍發機會 但是其實有點困難 如果數量太多的話 就會很難打得到 所以後期之爆船 其實起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地位 這邊升級的非常快速 右邊有個小小的分隊 開始騷擾沿岸 這邊再重新集結一波 戰艦到了後方 想要來阻止這邊的戰艦 深入到了後方海域 下方再補了一個城堡 這個OK啦真的是 很注重自己的支援點 這邊城堡是可以鎖住這個海域 想要讓敵方禁止過來 還有村民鎖住自己的墓區 這個就是高手們之間的細節 所以我做得很好 好 米格魯這邊點下了造船員 待會這邊造船的價格 就會更便宜一點點了 好 中間的島洞路拿了回來 中國這邊 戰艦剛好抓到蓋城堡的村民 有機會拿下嗎 OK 蓋起來了 好 這個城堡是不是很痛 好 點下了金冠技術 大衝車已經開點了 哇 大衝車直接上島 風風一波 想要把島上的城堡全部拿下 輪化戰艦打衝車的話 傷害也是只有一滴血 這邊要有效克制對方的衝車的話 這邊霸權點下去確實有效果 霸權點完之後 村民攻擊會提升到了3加6 9攻的傷害 其實打衝車的傷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邊產出這邊的西班征服者 其實也無事與補 因為西陣的話打衝車 傷害其實也不高 雖然額外增傷 但是射速太慢了 這邊用村民來打 確實比較快一點 不然就是要轉一些火戰船 看可不可以用沿岸掃倒 但看起來沒掃到的樣子 下方的戰艦突然開打了喜愛 上方的衝車直接頂掉兩台巨型頭司機 衝車還是拿下了鼓動拳 下方的火炮戰艦 不是火炮戰艦 這個弩炮戰船還在互打當中 有補了更多的重型火炮戰艦過來 但這時候西班征服者已經點下了 金銳火炮戰船的升級 想要靠著海戰拿回海戰優勢 還有入戰城堡的問題 中國這裡補下了火箭技術 待會城堡打船隻的傷害 就會更高一些 這個城堡又再次被建立了起來 中間這場大戰 雖然西班牙把中國的戰艦逼退到了裡面 但中國這邊戰艦還是非常的多 26艘戰艦 數量非常的多 所以這邊西班牙可能要先撤退了 很明顯他的戰艦量是輸對手的 人家是且打且退了 有優勢還繼續往後退了 並沒有繼續 張牙五爪一直想要往前推進 後面的戰艦已經沒有時間控了 這邊直接用村民開扁 後面的金銳火炮戰船 開始反擊火炮 這個城堡 那幾艘戰艦直接攻擊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被打很快就被打掉了 這就是火炮戰船的一個小小弱點 但中國這邊也是轉出火炮戰場 但是你看這個飛彈飛的速度很慢 轉出火炮戰船之後反而有點被打了回去 所以主力要靠火炮戰船來當主力是很困難 連西班牙來說其實也是 這個開火的間隔實在是太長 火炮戰船跟重視於火炮戰船 還是比較快一點 這邊看到戰艦過來 要先從下面開始進攻 這邊怎麼在打下面的伐木場 OK 超快的 好 中國這邊全力產戰艦 上方的戰艦被兩台火炮戰船偷打 兩台戰艦沒有看到 哇 這邊進入到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城堡打一艘火戰船 只要兩巴就可以射倒一艘戰艦嗎 這麼強嗎 這隻燒38 有火箭技術就是這麼猛嗎 對阿是38沒錯 沒有技術 好 這邊稍微修一下 裡面有藏兩隻中國聯的 OK 中國這邊稍微守住自己的領土 西馬這邊戰艦有點一直被城堡打掉的關係 其實經濟沒有這麼的好 不是經濟喔 這個戰艦數量沒有這麼多的數量在前線 中國這邊呢 則是轉出了更多龍炮戰艦 那這個局面來說 你要突破重圍的話 可能要轉出自爆船 差不多到三十幾艘之後 就是傷害的 這個什麼 尖峰騎 那你要更好戰果來說的話 自爆船才是關鍵 因為兩邊戰艦就互打 這邊互打其實意義不太大 自爆船才是關鍵 那就要來看一下西班牙這邊 幫我轉一下自爆船 欸 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不是已經升級穩了 重型爆破船已經升上去了 但這邊黃金數開始不太夠 兩邊都是想要爭奪中間這塊黃金 中間這塊拿下來的話 還有三千多黃金喔 這個拿下來的確很肥 這邊遇了一台巨頭過來 我們來秀一下 上方的城堡又被火炮戰船偷打了一下 中國這邊開始在點攻擊力 馬卡也點完了 難道是要來打一個登陸戰嗎 看起來很像喔 這邊肉量很多 可能要打一個弱馬爆 直接入侵西班牙人家裡獲放的經濟 中國這邊來到了四十幾艘的重型奴炮 非常多 火炮戰艦幫忙輸出一下 好 城堡要掉囉 OK 打破僵局了 中國的城堡被打掉 但西班牙這邊石頭不夠 又滿了一百石頭 上了一點經濟 黃金星的其實不夠多 但現在要用 奴炮戰艦打到後方的巨頭 有點困難 距離太遠了 所以火炮戰船好像只能在後方 乾瞪眼 好 但是這邊有少量的重型火戰船過來開打 偷燒上方巨頭 上方巨頭的血量掉得很快 但是後面有城堡在輸出 應該有機會休得下來 修得回來嗎 哇 被修回來了 哇 這個有點極限喔 剛剛是他五滴血左右的時候 被修得回來 好 在這個時間點就有機會 用火炮戰去偷打 但由於沒有碰好 在忙著 在應付這邊的登陸戰 好 上方的登陸戰 直接用村民爆打上方的村民 好 這邊巨頭應該拿下來了 好 正面又可以開柴了 在這邊先採石頭 好 正面趕快用火炮戰船 去打這個城堡 把這個城堡拿下來的話 西班牙這邊優勢就很大了 但是這邊要一直提法對面登陸戰 好 這裡蓋了非常多的馬舟 所以我還是要直接拉石牆 直接封鎖這塊墓區 好 但沒有封鎖 直接是補下了長槍並升級 好 正面肉馬趕快按 這個城堡趕快拿下來 就繼續往前途徑 幫忙這邊沿岸地區了 中國開始升級了 品種跟肉馬升級 原來你還沒升哪 哇 中國 這裡有點尷尬 我以為他在島上已經升好了 還沒升 沒有關係 好 正面這面戰艦 直接兩邊開始互打 非常多的戰艦 兩邊開始互相對直 8500滴 對上5800滴 血量非常的差距大 好 正面有非常多奴炮戰船 開始反擊回去 奴炮戰艦數量還有40幾艘 但是後面轉出了非常多的自爆船 這邊這自爆船有四艘 比格魯會看到嗎 這邊的主要戰艦群 十艘弩炮戰船被炸了一波 瞬間只剩兩艘 哇 主力戰艦直接被擊垮 即使有後面剩下的西班牙的火炮戰船 看來也是拿不下來海域了 海域拿不下來之外 這邊肉馬已經開始在島上亂竄了 這裡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封鎖這塊區域 是有點傷腦筋的 好 那好消息是正面的城市中心被拿了下來 但米格魯這時候突然打出了拒絕 沒有想到西班牙在這邊 海戰科技優勢的情況下 卻打輸了中國 中國這邊 海域的科技其實是非常 不足的 但沒有辦法 拿下海域的自爆船 直接轉存入地了 如果轉了入地之後 這邊把後面的奴炮戰艦 全部集結一步 來到這個上方的海域 上方集結 然後直接用了五十幾艘的重型奴炮戰船 這面圖為成功 後面再搭配幾艘自爆船 成功拿下西班牙的主艦隊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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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